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的发射药 基本药管底部由敌火 当炮弹滑落到炮管底部撞击击针时 敌火点燃基本药管里的发射药 发射药燃烧产生的火料气体 冲覆基本药管侧壁 从尾管侧面的孔中喷出 在弹体的后方产生压力 把炮弹打出去 二战时期德国80毫米排击炮榴弹的投射模型 第二张图是围管的侧写 围管中间有一个基本药管 基本药管激发后火燃气体会通过药管壁 从围管四周的全火空里喷出 形成压力把炮弹打出去 排击炮弹的激发原理 紧用基本药管 作为发射药是排击炮的最小耗装药 也叫零耗装药 如果要打得更远 就要靠附加药包 二苏联的排击炮弹尾部缠绕的毛巾是什么 这是一位读者问的问题 他看到苏联的排击炮弹尾部缠绕 这类似毛巾的东西 不知道这是什么 数字120毫米排击炮弹尾部的毛巾 其实是附加药包 其实这不是毛巾 而是附加药包 苏联使用的是比较老式的附加药包 外形是长条状的布包 外面是卷布 里面装着发射药 使用是缠绕在排击炮尾翼 上方有传火孔的地方捆扎牢 当炮弹滑落到炮堂底部 基本药管激发时 基本药管产生的火烟燃气 从传火孔内窜出点燃缠绕在此的附加药包 让附加药包一起燃烧 产生更大量的火烟燃气 就能让炮弹打得更远 前面说过 排击炮弹不使用附加药包 仅用基本药管10万0号装药 装一个附加药包就是一号装药 装两个附加药包就是二号装药 以此类推一直到这种排击炮允许的最大号装药 附加药包的作用是给予炮弹更大的推力 打得更远 而不是增大弹头爆炸的威力 这些附加药包在发射那时候就烧光了 三 附加药包有哪些形式 第二个问题解答里介绍的不调状 附加药包是比较老的形式 使用起来比较麻烦 是要仔细捆扎 捆得松松垮垮是不允许的 因为排击炮多次发射 后炮管内壁温度较高 如果附加药包捆得松松垮垮拖拖拉拉 装前时拖出的附加药包 很容易接触套管内壁造成自然事故 为了提高效率简化操作 后来就出现了C型模块化药盒 附加药包应当像它们这样捆扎结实 不允许松松垮垮 C型模块化药盒的外 科是赛露露塑料做的 有一定的刚度和弹性 外形固定 使用时直接卡在尾管船或孔处就可以了 几号装药就卡几个 我国早期的排击炮 附加药包是仿苏的长条状 现在也使用这种方便的C型药盒 美军60毫米排击炮榴弹的C型附加药盒 我军现在也使用这种C型药盒 美国以前用过4.2英寸现堂排击炮 也叫化学排击炮 这种排击炮的炮弹也有尾管 尾管内也有基本药管 尾管侧面也有小孔 但是它的附加装药 不是用小布袋捆扎的 也不是C型药盒 而是压制好的一片片小方片 安装时炮手悬下尾管的底盖 把小方片附加装药套在尾管上 在悬上底盖压紧 就安装好了 这种排击炮弹 还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是自带机针的 尾管的底部有一个项内的机针 落到炮弹撞击后机针 就像前击发基本药管 基本药管燃烧的火焰 从尾管侧面小孔喷出 点燃附加装药 把炮弹打出去 所以这种化学排击炮 炮通底部不再另行 安装机针 4.2英寸化学排击炮流弹的 附加装药是方片状的 用螺刷夹在尾管上 一些老式的排击炮弹传火口 不是开在尾翼上方 而是开在尾翼之间的 于是附加药包就用钢丝加固定 在尾翼之间 但是这种方式固定药包比较麻烦 必须对称 不然会影响设计精度 所以现在已经不见到这种设计了 美国M49A260毫米排击炮流弹 它的传火口在尾翼之间 附加药包是用钢丝加加在尾翼之间的 4.排击炮弹在击发时如何闭气 普通的后装炮炮弹腰部有一圈子同的弹带 依靠弹带进入弹线来辟气 唯一稳定的滑糖采击炮弹没有弹线 而且由于是尖装炮 炮弹直径必须略小于炮管内径 否则滑不下去 所以对滑糖排击炮来说 用金属弹带辟气的办法行不通 老师的滑糖排击炮弹是用辟气环槽来辟气的 这些炮弹弹体中部都有一圈一圈的钩槽 这个是辟气环槽 让气流在通过炮弹和炮管内壁之间空隙时产生涡流 阻止燃气陷入保证抗压 当然 这个环槽只是大大减少了漏气 不可能彻底密封 所以还是会有少量火压燃气泄露出来 但是问题不大了 老师排击炮弹是靠弹体中部的一大道壁气环槽 产生涡流来壁气的现代早合型弹体 的排击炮弹主要用尼龙壁气环壁气 在弹体中部直径 最大处有一圈尼龙环 尼龙有弹性 在发射是被高压燃气挤压膨胀 封闭弹体和炮管内壁之间的空隙 起到壁气作用 现代的早合型流弹 是靠弹体中部的尼龙弹 带壁气的耳前面提到的美军4.2英寸线唐返击炮 它是线唐炮 弹带不但要壁气 还要先入唐弦让炮弹旋转稳定 所以它用的是金属膨胀弹 这种返击炮弹的底部 有一块钢枝压板 压板压着一圈铜制的金属弹带 在平时 弹带的外径要避现堂 内径略小 这样装填的时候炮弹 可以顺利的滑落到炮管底部 起发瞬间因为发射要燃烧产生的压力 弹头底部的压板被火药燃气 推向前挤压着圈膨胀弹带 膨胀弹被挤压后向四周张开 直径变大 正好嵌入塘鲜笔器 并且让炮弹旋转起来 可以回到上门看看那张图 5.法国M0120PT-61采集炮炮弹弹弹弹上怎么有个槽 法国M0120PT-61采集炮 M0120PT-61采集炮 是一种120毫米口径的现堂采集炮 除了法国用 美国海军陆战队也用 美军的名字叫 M327120毫米采集炮火力支援系统 这种采集炮是现堂号 需要炮弹上的弹弹和堂线配合 才能起到兵器和旋转的作用 但是扒击炮的堂腰比后装炮低 用普通弹弹的话 弹弹进入堂线的阻力较大 不适用 而且也不能解决前装的问题 炮弹弹在泡堂里下不去了 所以M0120PT-61采用了克草弹弹 就是在弹弹上克出一系列倾斜屈口 位置和角度与堂线对应 装填需要让弹弹克草 对着堂线 才能顺利入堂击发 这种克草弹带苏联的破流炮炮弹也用 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正在给M327迫击炮装前炮弹 这种炮弹的弹弹 是带有倾斜克草的 要对准堂线装前 6迫击炮重复装前很可怕 怎么防范 重复装前是迫击炮特有的一种事故 就是 第一发炮弹装进去还没击发 又装了第二发 这种故障非常危险 如果第二发装进去 那时候第一发突然击发了 炮弹就会在炮堂内爆炸 炮毁人亡 偏偏在嘈杂的战场上 炮手可能听不清楚 哪个响声 是自己的火炮击发了 再加上炮手精神紧张 可能会激性的反复装填 炮成大祸 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 苏军发生过多次莫名其妙的排击炮八 伤亡事故 经常是一声巨响火炮炸毁 炮班人员全部获到不减亡 一开始苏军以为是遭到了德军反炮兵火力的袭击 后来经过现场勘查检验才发现 这是重复装填炮成的悲剧 为了避免重复装填 苏联人的办法是 使用一种机械制防冲装装置 装在排击炮炮口 它的基本原理是一个活动挡板 只有当前一发炮弹击发后 挡板才会被出塘的炮弹推回去 打开装填通道 让第二发炮弹顺利装填 如果前一发炮弹没有击发 这个挡板就没有缩回去 装填第二发的时候 就会弹出第二发炮弹 无法装填 我们在苏俄军82毫米 120毫米百计炮炮后 看到的那个东西 就是机械式防冲装装置 苏联使用的机械式防冲装装置 机械式防冲装装置 优点是它利用物理阻挡的办法 防范重复装填 前一发炮弹没发射 刻意发想装也装不进去 缺点是结构比较复杂 还有就是对射击精度有一定影响 我国没有使用这种机械式防冲装装置 而是使用一种光电式防冲装装置 光电式防冲装装置非常小巧 工作原理是靠一个小红灯炮 如果堂内有大还未发射 像红灯炮就亮着 提示装前手不能装钱 这个光电式装置好处是不影响射击精度 非常小巧 缺点是它并非物理阻挡 如果装前手没有看这个小红灯炮 还是装钱了 还是会发生事故 当然 为了提高荣誉度 多保险 我军海击炮要发规定 发射时炮手必须守抚炮架 感受到火炮发射的震动 确保击发了才能装前第二发 经历加光电霜保险 我军就发规定 破击炮击发时炮手要扶着炮架 感受到发射的震动才能装前第二发 至于好几位读者提问的 海击炮这样的驱射火炮 看不见目标时怎么瞄准 这个话题涉及到炮兵指挥的相关知识 话题有点大 不是三言良语说的精大